好来看到日本呢 在黑鲑鱼之战获胜之后 现在又赢了珊瑚之战 联合国主办的华盛顿公约 缔约国多哈会议 21号针对了禁止珍贵珊瑚交易 进行投票 结果因为日本反对 即我没有过关 那么禁止珍贵珊瑚交易呢 是由美国欧盟所提案的 对象包括了珠宝首饰常用的 红珊瑚粉红珊瑚 有31种 那么产地呢主要是在日本 还有台湾的太平洋沿岸 地中海地区 目前的珊瑚加工大国 像是意大利 顶级的珊瑚呢 每公克是可以卖到50美元 那么一串的珊瑚项链 售价可以达到25000美元 可以说是价值相当的高 不过呢 冰决这个冰决 海洋动物保护构想呢 再度受到的挫折 现在也引发了保育界一片的大伐